現在有請主管經理級 Annie Ma 早安 大家好 很熱情 很開心 很興奮 多謝美養公司令我給我一個機會分享 我是一位營養師 營養是我最愛的職業 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第15年了 去年的四年前開始 我就開始私人執業 即是創業 在創業的前期 我就認識到我的推薦人Calvin長 當時Calvin了解到我的需要 其實就是一些有質素的營養補充劑 於是他就介紹了美安的營養補充劑給我認識 同時他都非常專業 亦都給了一些研究我看網站 和美國專業人士的網站 給我去找資訊 當時我記得我 由我第一份工作開始 其實我已經接觸營養補充劑 所以我非常認同吸收到的重要性 而不是盲目補充的是營養補充劑 所以我看到等售馬的研究的時候 我非常吸引我 與此同時 我在網站上找到一些資料 我在美國的網站上 看到兒童的營養補充劑 其中一種就是一些綜合維他命 它有兩種 而其中一種就是 裡面的成份 一些營養成份和一些份量 是很適合幫助到一些自閉症的兒童 在我前一份工作當中 我接觸很多這些兒童 所以我都用了很多的時間 去了解他們的體質和營養需要 當時我看到他們的營養補充劑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背後的專業非常欣賞 更重要的就是 我的病人是要吃落土的營養補充劑 所以我一定會給他們一些最好的營養補充劑 於是乎我也是找了一些資訊 關於一些品質監管 發現其實美安的營養補充劑 這個品質監管透明度非常高 而且也非常嚴格 於是乎我自己也用過營養補充劑 所以我加入了美安 我加入的時候 我跟Kelvin說 我的推薦人Kelvin 我跟Kelvin說 Kelvin,你不用跟我說這個生意了 我一定不會做 我只會用營養補充劑 因為當時我覺得 我很需要去找其他的事業 我已經有最好的營養補充劑 我已經開始營養諮詢 我的前途基本上就是一片光明 但是日子一日一日的過去 我非常之不開心 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當時為了租金 我一至日都是工作的狀態 我開始想得很長遠 我在想 如果我們擴展的話 即是說 我將營養中心再擴大 我要請多些營養師 到最後這些營養師都會跟我一樣 他們其實都會自己外面去創業 我越想越沒有安全感 而當時我的健康開始出現很多問題 我開始睡覺睡得非常之差 很緊張 我自己也很閩躁 情緒出現問題 以及我一直康復的濕疹 已經被激發出來 我當時很不喜歡我自己的我 我覺得不是我自己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當時的感覺就是 我有一個困境 進入另一個困局 我看不到將來 也不知道路怎麼走 幸好Kelvin沒有放棄過我 他跟我說 不如你第一次 2014年的大會 他就說不如你去大會 我說好 既然我都在用營養補充劑 為什麼不去了解一下美安公司 是怎麼一回事呢 於是我就去了美安的大會 兩天的大會令我很震撼 有兩件事我非常極之吸引我 第一 我聽到就是 只不過消費 累積的消費 轉化一些積分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很簡單 第二件事我聽到就是 持續穩定的收入 這正正非常吸引我 就是這樣 從此就啟動了我美安的事業 我因為去了大會之後改變了我 我也很想幫我的夥伴改變他的人生 於是乎我兩位進來美安的合作夥伴 其實他們都是我帶動他們去大會 而啟動他們的事業 第一位的夥伴其實就是我親戚 這個就是我姑姐 當我姑姐加入的時候 就憑一個信子 就加入了美安 但是她進來的時候 她就說我還要去觀察一下美安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回事 於是我就帶了他們去大會 大會的兩天當中的一些領袖 她們搭著我姑姐 從此她就啟動了美安的事業 而美安現在就是成為她的退休計劃的夢想 而另一位夥伴 我記得我帶她和她先生來大會的時候 她先生說了一句話 她說 Annie原來是真的 原來一個團隊由兩個人開始 兩個配真真是發生的 她們兩天的大會當中 硬見為實 所有的領袖 她的成功故事 她們全部都聽過了 她覺得這件事是真的 也因為這樣 而啟動了她美安的事業 為了她們的夢想大屋 現在是努力去實現她們的夢想 就是因為這樣 這兩位夥伴 也都帶動其他夥伴去大會 以賴著大會 這個大的相信的力量 就是由一個團隊就是這樣而誕生 這個團隊我們命名為夢想啟動 因為我們和伙伴 我們不再一個人 我們一起去為我們的夢想 打拼我的人生 謝謝 美安對我來說的改變很大 這個改變令到我人生變得不一樣 也更有意義 其中一個最大的改變 一個有很大的意義之一 其中一個意義就是 今年很榮幸 能夠美安邀請我成為 產品專題會的其中一位講師 很多人都會覺得 你不是營養師 你說錯了我 很閒的 經常都會說 但是對我來說意義很重大 因為我自己在用營養補充劑 我病人在用營養補充劑 幫到他們 更重要的就是 我是超連鎖店主 在一個台上 我幫伙伴 分享我的營養的資訊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很有意思 而其中一個更有意義的 事之一也是發生在今年的 大家看到這個月餅嗎 其實這個月餅 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月餅 對我來說 今年的中秋節非常有意義 因為它是一個病人 它是親自去做給我 重點就是 這個病人其實 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回來看我了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 身體狀況已經改善了 只要聽話 保持住那天的飲食 繼續我提議的飲食 以及服用美安的營養補充劑 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有一件事 我很明白 她跟我說 她說 Annie 我很記得你 你是我的恩人 我聽到這個話 我很感動 說真的 我談不上是甚麼恩人 但是我很明白她的心意 因為進來 我第一次諮詢見到她的時候 她們兩夫婦是仇眉苦臉 很無助 到現在我見她們的時候 其實她們是笑臉 一直不斷對著我笑 很開心 我非常極之極之感動 在恩美安 絕對是在我的營養諮詢上面 用的營養補充劑 絕對是幫我 將我的諮詢 提升到來發揮得一個更高的層次 以前的我 其實是一個不敢去夢的人 我對我來說 夢想很遙遠 但現在呢 不是了 我入了美安之後 我可以計劃我的將落 我終於看到我的人生是怎麼回事 我終於敢去夢想了 我是一個其實不懂做生意的人 所有伙伴都知道 所有伙伴都知道 其實我不懂做生意 我沒有生意概念 但我做得到美安 因為美安裡面 一個很強大的教育系統 GMTSS 在裡面其實都教我 如何做生意 我不需要去摸 而以前呢 我記得我在大會當中 聽過很多很多成功的領袖 分享過要做Master UFO 我當時坐在台下 很迷惘 為何要做Master UFO 一直都不明白 所以我一直之前都不聽話 但是我現在明白 因為公司幫我們 已經計劃了一些計劃 Master UFO 正正就是幫我們 去達成我們的目標 達成我們的目標 就會達成我們的夢想 所以我的夢想其實很簡單 我的夢想就是很想去環遊全世界 可以玩足一個月 去我未去過的地方 包括歐洲 這個地方我一直很想去 與此同時 我一定會去幫助社會更多的人 其中呢 就是我最想做的就是幫這些長者 我覺得長者的年紀 去到這個年紀的時候 面對身體的變化 人生的變遷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很無助 所以我很想就是我會做義工 也都用我自己幫他們 去做免費的營養諮詢 也都用美安的營養補充劑 去幫助他們 多謝 最後 這個是我媽 大家想不到你幾歲 是不是 他今年已經97歲了 是啊 他絕對是吃美安的營養補充劑 吃很多 他去年入了醫院 因為心臟衰竭 當時我覺得 原來人生很多事情 人同事都不可以理所當然 他出院之後 非常認真 真正努力吃美安的營養補充劑 吃得最多就是Qtank 他每一天都會用很高量的Qtank 維持他的心臟 給他多點氣力 而今年也都發生了一件事 我家突然發生一些生意上的問題 而不可以我媽住的地方 那層樓不可以再供下去 我家人所有都情天霹靂 我媽更加痛心 對我媽來說 這間是一間造屋 所有人生的回憶都在裡面 我媽跟我說 她的年數已經剩下不太多 她餘下的日子 好想在這間造屋裡面度過 於是乎 我和我媽 因為美安 我可以幫我媽 沿不到這個夢 謝謝 我說起我媽就很感動 因為我媽 所以我 因為美安 我可以沿到這個夢 因為美安裡面 我可以計劃 我可以之後挑戰我的部分 將這個部分加快 現在我每一天 看到我媽 可以走 可以吃 可以睡 可以開開心心 聽到她的聲音 其實我已經很開心 很滿足 她的日子 真的不知道 可以陪伴我家人 和我多久 所以我想盡量 去令到她 所有的夢想 成真 短期的目標之一 就是我下年 會帶我媽去 四日三夜的沖繩的郵輪 是的 以上一切的改變 其實源於就是 我那一次去的大會 那一年就改變我 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也改變了我一個更有意義的人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竭盡所能 要邀請你的朋友 你關心的人 我們還有下午 還有明天 不要浪費任何一個機會 還有下一場的門片 一場的大會 我們都不要浪費 我們要盡量幫助更多人 去改變他們的人生 好不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